现代人注重养生 而近期的天气变化大忽冷忽热 尤其对长辈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花莲池基医院中医部 继去年推出24节气养生教室 而今年规划推出10个中医最常用的穴道 分享免费居家的养生秘诀 陪伴民众健健康康青春永驻 现代人注重养生 近期天气变化大 长辈或心血管疾病患者 尤其要注意身体健康 花莲池基医院中医部 继去年推出24节气养生教室 今年规划推出10个中医最常用的穴道 10种穴 首先中医市副业城 分享人体穴道中最能延年益寿 被称之为长寿穴的足三里穴 让乡亲通过中医专业讲解 免费就可以简单的居家养生 人体365个穴道中最能延年益寿的穴道 足三里穴又被称为长寿穴 那足三里穴的位置会不会在哪里呢 我们会从膝盖外侧的凹窝 往下四个横指 在外开一横指的地方 来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穴 足三里穴的位置呢 它是位在我们十二正经中的足阳明卫经上 如果要给这个穴道一个形容词的话 这个穴道就像是一部电梯 它能将在正经中的能量 走到这个穴道时 经由这个电梯往下 送往更深层的脏腑中 因此在沟通内外上是很重要的穴道 那足三里穴有什么功能呢 在中医上我们将它用在两大方面 第一个是肠胃系统的调整 举凡腹泻 肠胃不适 这时候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穴道 那第二个呢 是身体能量的补给 当气血的能量呢 经由足三里穴进入到人体的深层脏腑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身体虚弱 消化差的病人身上 那或是用在头脑顿顿的精神差 小朋友的生长发育迟缓 也都可以用到这个穴道来缓解症状 那足三里穴的日常保健方法呢 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我们的按摩保健法 那分为理上 理中 理下三种 当我们有肚脐以上 我们称为上腹部的疼痛的时候 可以用理上的手法 也就是在按压我们足三里穴的时候呢 将力道往上带 那维持这个姿势呢 大概十秒钟的时间 那当我们在肚脐的周围附近呢 有疼痛发生的时候呢 可以用理中的手法 也就是直接垂直小腿的足三里穴的时候呢 直接按压这个穴道 直进直出 一样在这个穴道上刺激十秒钟的时间 那当我们有肚脐以下 小腹区域的地方 感觉到疼痛的时候 可以用理下的手法 那也就是在按压足三里穴的时候呢 将力道往下带 它可以治疗到我们下腹部区域 这边会推荐一个简易的爱揪法 就是使用我们人人都家里都会有的吹风机 我们可以拿着吹风机 吹在我们足三里穴上 那当吹到皮肤感觉到热热的时候呢 就可以停下来 那我们反复操作个三次 那如此一来也能够得到足三里穴的保健效果 慈愿中医部表示 足三里穴的养生功效 主要应用在肠胃系统的调整与身体能量的补给 按摩保健可以分为理上 应用在上腹部的疼痛脏痛 理中应用在肚脐周围的疼痛 跟理下应用在小腹区域的不适三种 推荐检疫酒法 就是利用家中的吹风机 在竹山里穴位上 直到皮肤感觉热热的时候关掉 反复操作三次 也能得到保健效果 记者长帮映华林区报导